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27日星期三 给大家报告一则突发新闻 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在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突然晕倒在讲台 被人抬走 现在在中国各个省区都在召开所谓人大政协两会 在内蒙古自治区也召开他的所谓十三届第四次人大会议 作为自治区的主席 相当于其他省的省长布小林在台上做报告 在工作报告的时候分8个部分 讲到第6个部分 环境改善的时候 突然他的声音变小 变得断断续续 然后声音低微 最后声音消失 然后全场一片骚动 突然看到主席台上一片忙乱 有45个工作人员跑过去 似乎摆出一副急救的样子 然后有自治区的党委书记 也就相当于省委书记的石泰峰 也紧急的跑向布小林的位置 结果后来就看到有45个工作人员抬着一个瘫倒的人 然后失去知觉 离开了现场 当时这个场面正在内蒙古的广播电视台直播 然后大会上响起一个声音 请大家保持安静 因为代表们纷纷都站起来看向主席台 显出一片骚动 最后直播中断 然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就一下轰动了内蒙古 然后又传到了海内外 不晓得为什么当场晕倒 大家议论纷纷 众说分疑 一般就马上联想到身体状况 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 实际上她才62岁 是一位女性 应该说年龄不大 平时看上去也都是身体健康 并没有传出身体有任何状况 突然晕倒 是不是身体精神上有双重的问题 第二个 人们就联想到在内蒙古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风波不断 因为在去年8月份 由王沪宁和习近平主导的极左当局 突然在内蒙古为事找事 突然说要在内蒙古实行取消蒙古语教育 要进行全面的汉化教育 从小学就要开始 本来在内蒙古是作为一个模范少数民族 所以一直平安无事 不像西藏新疆那边民族矛盾激化 共产党在那边搞的是鸡飞狗跳 乌烟瘴气 甚至在新疆搞出了集中营轰动事件 成了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在内蒙古相对平安无事 为什么习近平 王沪宁会没事找事 就是说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突然在内蒙古推行所谓的汉语教育 结果击起了内蒙古民众的大抗争 这个大抗争成千上万的 内蒙古各个的城市 什么奇谋到处都有民众抗争 然后是老师罢课 学生罢课 还有蒙古族的这些公务员也都罢工等等 结果事情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5000多人被捕 有9人自杀 甚至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300多人联名写信 拒绝汉语教育抗议 是中共体制内发出的反对声音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 也是蒙古族的布小林 一直没有表态 对此表示沉默 党委书记是石泰峰 是一个汉人 一把手 石泰峰前不久说是要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说到了习近平派的中央巡视组 中纪委 中主办 去叫他们批评 自我批评 做检查 然后石泰峰据说在会上做了检查 然后自治区的教育局长和自治区的政府的秘书长都被撤职 很多人以为是底下搞错了民主政策 因此被处理 事实上最后显示的是习近平 王沪宁当局嫌他们不够左 因为石泰峰作为党委书记 8月份出事 他到10月份才表态很晚 而在8月份随后出事之后 中共是直接派了 公安部长赵克志 也是一个准习家军人物 进入内蒙古去坐镇 去指挥镇压 指挥内蒙古的军警 镇压民众 但是作为党委书记的石泰峰 到10月份才表态拥护中央 而作为自治区主席的布小林 一直就不表态 他是蒙古人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中共就去整肃 整肃之后 里面包括权力斗争 因为石泰峰是团派人物 是李克强的北大同学 而布小林也在北大法律区读书 比李克强晚一点 也算得像李克强的学妹 因为在中共高层的这种斗争中 除了习近平 习家军跟李克强的团派作斗争之外 还有一条线索就是 李克强是北大的 有北大帮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读过工农兵学院 有个清华帮 就跟他的中组部长陈希弄了一些清华帮 不断的提拔清华人 压制北大人 因此石泰峰 党委书记和布小林都是北大人 都是李克强 广义上来讲是李克强的北大帮 因此受到习近平方面的压制 也就是说布小林这次晕倒 精神上出状况就可能是民族问题 再一个出状况就可能是权力斗争 是所谓清华帮斗北大帮 习近平斗团派 习家军斗团派 这种错终复杂的关系导致了最后可能心力焦瘁 身心焦瘁 最后在做报告时 当场晕倒在主席台 引起了骚动 布小林并非普通人物 他是三代四川的蒙古王 到他这一代叫蒙古女王 因为他的祖父是乌兰夫 是当时在内蒙古搞共产革命的发起人 创始人 跟毛泽东他们有合作 最后在中共建政之后 内蒙古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而乌兰夫是有功之成 开国之成 先是在开国的时候就分为上将 先后当过副总理 政治局委员 后来又当过副委员长 副主席 国家副主席等等 地位很高 文革中他曾经受了冲击 他的儿子叫布赫 也被关进了牛棚 然后布小林是布赫的女儿 布小林当时跟祖母住在一起 祖母就是乌兰夫的夫人叫云庭 说也是在文革中受尽了冷眼和冷落 迫害 是黑无内 而且因为她还有个孙子俄孙的姐姐 她还有个孙子 eta不大 iz 布大 布小林是孙子的姐妹 还有个哥哥叫青哥 她就跟祖母云庭在文革中度过了艰难岁月 affen阂结束之后 他的祖父乌兰夫 还有他的父亲布赫 都被恢复了名誉 恢复了官职 布小林就考进北京大学法律系 毕业之后她就去内蒙古 内蒙古大学法律系教书 但交了不到一年就到內蒙古政府工作 準備也是從政擺出一副三代世襲的架勢 中共就在內蒙古搞了三代世襲 先是烏蘭夫是蒙古王 被稱為蒙古王 在烏蘭夫之後就是他的兒子布赫成為蒙古自治區的主席 而布赫之後就讓孫女輩的布小林成為蒙古自治區主席 就是烏蘭夫三代人要麽是蒙古王 要麽是蒙古女王 到布小林上臺就是蒙古女王 但是布小林上臺的時候 她是2016年上臺 碰到了習近平王滬寧的極左路線 完全反攻倒算 在民族政策上甚至走得比毛澤東還要嚴重 毛澤東時代 全國有一個叫做民族委員會的主任 在1954年之後都是少數民族擔任 1954年之前有一位叫李維漢的人擔任 1954年之後全是少數民族 最近的一個名為主任是蒙古人叫巴特爾 但是由於去年出了蒙古這個事情 蒙古人民大抗爭 而中共當局血腥鎮壓之後 習近平對巴特爾也喪失了信任 就是第一次把巴特爾也撤掉 就把這個用一個漢人 罕見的前不久用一個漢人去取代 當所謂中央民族委員會主任 這個漢人就是剛剛從中紀委的副書記任上調過去的陳小江 就不僅是個漢人 還是中紀委去的 就擺出一副要整肅的架勢 要對內蒙古官場 內蒙古的民族幹部 內蒙古的民族政策進行整肅 繼續推進極左路線 繼續向左轉 所有這些加在一起 顯然讓布小林倍感壓力 心情很不愉快 從民主感情的傷害 到權力鬥爭 對他的不利 還有民主委員會的主任也撤了 接下來不排除習近平覺得原先毛澤東佈局的在少數民族地區 一把手是漢人當黨委書記 二把手是當地的民主做自治區主席 也許連這個政策都要改變 乾脆就讓漢人當自治區主席 所以布小林明顯感到危險逼近 而且壓力俱增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還在內部要不斷的學習習近平 王滬寧的極左路線 還要強行去推這個極左路線 可見他內心壓力有多大 所以這次他突然暈倒在主席台 恐怕是有綜合結果 應該說身體出狀況的可能性很小 最大的狀況就是精神狀態出了狀況 一是民主壓力 對他本民主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受到了迫害 那麼多人的自殺 那麼多人的被捕 他自己身同感受非常不滿 但是又說不出來 另一方面就是權力鬥爭 這些矛頭指向內蒙古 而內蒙古除了習近平在對石泰豐和布小林搞權力鬥爭之外 實際上前兩年為了防止團派人物胡春華接班 要剝奪胡春華的接班人的地位 還在那裏倒叉20年 所謂查腐敗 因為倒叉20年剛好就查到胡春華曾經在那裏當過黨委書記 特別是查內蒙古的所謂煤炭業 說是多少都涉及到官山勾結權錢腐敗 作為那裏的領導人就要負責 倒叉的結果就剛好能倒叉到胡春華頭上 這樣就可以借機剝奪胡春華的接班人的地位 讓他在二十大不能夠站上一層樓 所以這種全面的權力鬥爭 可以說在內蒙古 不僅是民族受壓 官場也受壓 作為少數民族幹部的布曉林也受到沉重的壓力 所以內蒙古周治區主席布曉林突然暈倒在講台上引起轟動 這是一個象徵性事件 象徵的就是習近平和王滬寧的極左路線有多麽猖獗 應該說 簡單的說都是王滬寧害的 或者都是王滬寧惹的貨 因為在極左路線上 王滬寧是一個左王 他是理論家 他是所謂的中共內部的思想家 中南海的智囊語言包裝師 他在不停的推進極左路線 不停的讓中共往左轉 左轉到不僅回到文革 回到毛澤東時代 甚至要繼承毛澤東江青的衣博 而最近中共在拍一個電視劇 拍毛澤東江青的時候 居然突然罕見的 應該是在王滬寧直接受一下正面的反映江青的形象 不僅編造歷史 還把江青的形象突出得非常偉岸 光榮 正確 偉大 其中有一個情節 說毛澤東跟江青怎麽認識 毛澤東在延安旁邊做做一些所謂八路軍戰士 然後旁邊出現了一個八路軍小戰士 是一個女的 毛澤東偏著頭問 請問小同志你叫什麽名字 這位小同志 也就是女同志回答說 我叫李雲赫 跟江青長得一模一樣 那個樣子天真爛賣 似乎好像思想很純潔 很高尚 這就是王滬寧給江青新的定義 而在北京都知道江青在福田公墓裏 他的墓已經開放 供這些毛左派 極左派去瞻仰 去祭奠清明節 而且很多人獻花 毛左派上面寫著 獻給敬愛的江青媽媽 但是反過來 作為前開明派的總書記趙紫陽 他的墓地在北京郊區居然被習當局下令 用大樹 用石板封起來 不准人去祭奠 另外在蘇州有當時被毛澤東打倒的北京大學著名的右派學生林昭 他的陵墓在蘇州那邊也實施了層層封鎖 有任何人去祭拜 都會被帶到派出所問話 登記 重的話 那就是關押或者是拘留 但是江青的墓卻大名其放 讓大家去祭拜 這就說明習近平 王滬寧有意回到毛斯坦 回到文革時代 所以這種極左路線 不要說民間受壓 難以接受 就是中共黨內 官員 黨員都很難接受 所以這種綜合性鬥爭的結果 這種極左路線 施壓的結果 就是以布小林昏倒在蔣臺上作為一個象徵 現在很多人要問 習近平 王滬寧推行極左路線應該不得人心 搞了40多年的改革開放 難道還能夠走回頭路嗎 難道黨內的官員 黨員就不能反抗嗎 難道中共高層就把他們沒辦法嗎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結果 就是他們不僅把人民變成了奴民順民 經常鎮壓 但是在中共黨內也把黨內的人變成了奴才和太監 然後官大一擊 壓死人 動不動就搞選擇性反腐 拿這個選擇性反腐為工具 一方面因為一黨專制不改 執生了腐敗 必然的腐敗 不公布官員財產 但是同時他又拿這個必然的腐敗和無關不貪作為一個工具來治理所有的官員 也就是選擇性反腐 掌握權力的習近平王滬寧一方 完全可以把反腐當成一個工具去針對任何人 任何人不聽命於他們 或者是不跟從他們 所謂聽黨話跟黨走 就是聽習話跟習走 現在把一黨專政又變成了一人獨裁 完全是把歷史拉回到過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任何人要不服從 不配合 不服軟 就是被整肅 那就是做大牢 所以在這種殺雞儆猴的效應下擴散了一種恐怖的情緒 密漫於黨內 密漫於甚至於中共的高層 人人恐懼 人人之危 人人都不敢動 這種氣氛在一黨專政內很容易形成 不僅在北朝鮮現在是這個氣氛 就是當年蘇聯的士大林時代也是這個氣氛 只要士大林一個人大權在握 通過整肅 大清洗 動不動就把人推上法庭 推上刑場的方式 震慑了整個黨 所以整個黨就在他一個人的鐵血統治之下戰戰兢兢 同樣道理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都是跟士大林一糊爐畫瓢 都這麼學 像毛澤東時代也是如此 再早時候 即便是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上去之後 也是一個黨 一個元首 一套理論 在黨內誰要是反抗 那都是就地猝死 甚至連當年為希特勒衝鋒陷陷下汗馬功勞的所謂衝鋒隊長羅姆這些人 說處決就就地處決 這就是一黨專政 一人獨裁的可怕之處 所以今天的中共在這種氣氛下 政治氣候下 在習近平王滬寧極左路線的高壓下 淫威下 中共的黨政幹部就像布小林 布小林那樣 要麽被嚇倒 要麽暈倒 要麽是瘫倒 看上去毫無反抗之力 或者手無腹疾之力 這是這個黨 這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莫大的悲哀 好 我今天就暫時講到這裏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 小林 耶 為了 給你 拿去廣彩 我先煎一個 隨便 我先煎一個小我的 再度一把小林 布小林 布小林 說來 任你 把小林 布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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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路 繁榮 小林 布小林 布小林 布小林